所以很多人常常有问一个问题 他说师父 阿弥陀佛是大慈大悲的 对阿弥陀佛是大慈大悲 今天我纵算没有看到阿弥陀佛 没关系 阿弥陀佛能够来到这里就行了 你说这个道理是对不对呢 大家不是说阿弥陀佛是大慈大悲 我今天虽然没有看到阿弥陀佛 没关系 但是阿弥陀佛来就行了 你说呢 道理不是这样讲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道理 中国祖师在这个地方常常提醒我们念佛的人 阿弥陀佛是无来无去的 阿弥陀佛原本都在此地 没有去也没有来 他常常在你的心中 只是你因为你的迷惑 所以没办法把这些阿弥陀佛显出来 就是这个道理而已 阿弥陀佛在一切处一切时 无论在哪里 阿弥陀佛从来都离开我们的 没有 就在眼前 众算我们不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同样也是在 在哪里呢 在你那个内心 没有离开我们 每一分每一秒 从来都不离开我们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所以很多人说 阿弥陀佛在哪里 阿弥陀佛在哪里 你看那个 掌摩祖师以前到这个中国的时候 梁武帝问他 在这个世上有没有佛 掌摩祖师怎么说呢 世上没有佛 那个梁武帝听了这句话 很不高兴 明明有佛 那为什么说没有佛呢 你说 你心中都没有那句阿弥陀佛 你哪来有佛呢 佛从来都不来不去的 从来都是在我们的心中 他怎么能够有没有呢 有跟没有 是我们心在分别的 所以阿弥陀佛 以慈悲的愿力 时时处处的 每一分每一秒 他都是在召唤我们的 只是我们很不听话 他天天在召唤我们 你说你看那个佛像你就明白 上个星期不是跟大家讲过了吗 黄金币昼夜长锤 24小时都在那边 从来不离开我们 是你自己的烦恼 把阿弥陀佛摘住 没办法呀 所以很多人有时候遇到很多事情 求佛感应 阿弥陀佛在哪里 我为什么没有看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从来不离开你 只要你有那个真心 真正念这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出来了 那现在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 比如说 为什么有人念佛能往生 有人念佛不能往生 什么原因呢 有人念佛的时候能够感应道教 有人念佛为什么不能感应道教 这个原因差别在哪里呢 大家都知道不在阿弥陀佛那边 而且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这一边在哪里 用心不一样 你那个心念佛是用什么心呢 你从这个地方你就明白了 你看那个净土圣弦路 他们很多念佛往生的都不认识字 但是他们常常念佛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感应 你看那个海贤老上 海贤老上 看到西方基督的世界那种境界 看到阿弥陀佛那个境界 不止三次四次 很多次 他为什么能够有这种的感应呢 心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看不到 你看你们念佛念了几年 几年 超过十年的 请举手 超过十年的 哎呀 举手 还不敢棘手啊 好了 五年以下的了 你看 有没有看到阿弥陀佛 有没有呢 没有啊 为什么呢 从这个地方你就明白了吗 说实在的 真的 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 中风果实就是为我们说明这个道理 念佛这个法门 这个感应真的不可适宜 只有你亲自真修真念 你才能够把这句阿弥陀佛 而显出来能够感应到教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用这个心去感应 是没有 我们如果没有用这个心去感 你就没办法 所谓众生有感 菩萨罪还有印吗 所以我们不能怪阿弥陀佛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佛不来 为什么佛不敢应 说老实话 要怪怪谁 怪你自己 这个地方大家要好好反省 佛本身没有来也没有去 在一切处一切时 每一分每一秒 藏在我们众生心中 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尤其是阿弥陀佛 你看阿弥陀佛在经上里面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那个红身的寺院 哪怕是这个众生 这一生造了五逆十恶 这个众生 他造业在了太重了 不敬三宝 不相信英国 毁谤三宝 造了这种五间第一的因 将来会堕在五间第一的果报 像这一类的人 只要他肯念佛 他肯回向 肯忏悔 肯改过 阿弥陀佛从来没有嫌弃他的 阿弥陀佛藏在他的心中 在等着他 你赶快醒过来 你只要能够醒过来的 阿弥陀佛就显出来了 所以你看阿瑟瑟王 犯了五逆十恶的因 他为什么对这个法门 会有这么大的兴趣 因为他念佛感令了 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他真正发愿 求生西方解乐世界 而且往生西方解乐世界 品位不低 很高 什么样的因缘 让他对这个法门 有这么大的殊胜的 无比的殊胜的心愿 反应道教 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道理绝不是因为阿弥陀佛 把我们拉下来的 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佛 阿弥陀佛从来不勉强任何一个众生 是我们需要 用我们的真诚心 用我们的恭敬心 自己主动去感应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阿弥陀佛从来不要求我们 从来不逼我们 从来也不勉强我们 阿弥陀佛在你的眼前 主动用你的心 怎么样去感应 关键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知道 哪怕是这个感应很微弱 就好像我们手机一样 这个手机到一个郊外 突然间很紧急 你要打电话 突然间这个手机没有信号 你那个心 会不会急啊 很急啊 当你这个手机 有一点点的信号的时候 你那个心是怎么样的 很欢喜啊 哪怕是很微弱 只要有信号 只要有信号 多能够成就我们什么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道理